大家好 今天晚上开始给大家第二讲 关于创建Pinterest的board 它的中文名称就叫做图板 那么前面第一讲给大家讲了一个Pinterest基础的一个介绍 关于Pinterest基础介绍 主要讲的是用户 以及它的热门主题 既然讲到我们这个Pinterest的一个用户群体 以及它的一个热门主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创建这个热门主题的一个分类 一个归类它的一个合体 那么所以这一讲的话 我们就开始讲解Pinterestboard Pinterest它的图板 这个图板的话 为什么要专门拿出来讲一讲 因为之前接触的这些朋友的话 刚接触拼出的这些朋友 他们就是想当然胡乱的去创建这个board 完全没有规划 完全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到后面它的图片 它的粉丝一团乱 就是乱糟糟的 既然是这种没有规划 没有计划 那么你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你做的图片它的效果不好 它的流量不好 它的点击不好 所以说这个board 我们现在重点讲一讲 那么首先我们要想一下 为什么要有这个board 在我看来的话 board就是一个图片的归类 图片的一个合体 相当于一个相册功能 相册功能大家应该都清楚吧 比如说我们手机里面有相册 对吧 苹果手机里面相册 每一个相册 有的时候你还要给它归一个类 归个类别之后 你还要把对应的图片保存进去 比如说家人朋友 什么聚会 什么公司的一些活动等等 去哪里旅游等等 你会还会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相册的一个分类 那么拼锤的board也是一样的 你要找的这些图片 你应该也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归类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是可以作为 你运营拼锤的一个战略规划和部署 之前上一节我们讲了 有八个主题我们可以做 那么如果说你想做这八个主题 那对应的我认为的话 你至少要创建八到十个board 八个board的话相当于就是说 你每一个主题创建一个board 那么如果超过八个board相当于 也就是说某一个主题 你可能要创建两个 或者再两到三个这种细小的一个board 当然这个不是直播的 比如像美容美发里面 它可能会包含比如说美发美夹 对不对 还有什么美妆等等这一系列 它可能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下面 就可以创 就需要创建三个小board 或者三个独立的board 每一个board就是一个主题 那么我们找图片的时候 就是把对应的 比如说美发的放到美发的board里面 把美夹的放到美夹的board里面 把美妆的放到美妆的board里面 也就是说你的board的一个规范 或者一个规划 就代表着你以后 运营拼萃时 这个平台 要按照这个思路去寻找你的图片 或者去创造你的图片 然后把它写成文章 发布到你的拼萃的账号上面 然后为你的文章 引入流量和点击 对应的 当然有了点击 就一定会有收入 因为如果说你放了Edison 这个广告在上面的话 就一定会有收入 好 这是为什么要有board 一个是图片的归类 第二个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第二点 拼萃时的一个战略规划和部署 那么关于这一点的话 创建一个board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举了一个 列举了三个比较典型的 因为经常会遇到 一些刚接触拼萃的时候 这些朋友小伙伴 都会来问我 哎呀我做了这么多的图片 比如说我做了100张图片 一个点击都没有 一个流量都没有 然后我就进去 看他们的一个个人账户 打开他们的个人账号链接一看 这个board一片一片的五六十个 每个board下面有几张图片 就完胜 这种的话 其实没有明白 这个board它的 就是没有明白拼萃时的一个粉丝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这里我再补我补充一点就是一个拼萃时的粉丝的一个分布情况 我们想一下啊 我背注一下 拼萃时的粉丝的一个分布原理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一点 拼萃的粉丝的话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他直接follow你的整个账号 follow你整个账号的这种的话 相当于他点一下follow 然后他就相当于默认follow了一个所有board 也就是说以后你在任何一个board上传一张图片 就有机会 机会 推送到这个粉丝的他的主页 前面 主页的第一页 就是主页的前面 这样你就有机会把你这个图片 曝光到这个粉丝的面前 他可能会帮你分享 甚至会点击 或者是进入你的账号去查看更多有趣的这些图片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 他直接他只follow你的某一个board 因为他只对你这个board里面的图片感兴趣 比如说他对你的美发的这个图片感兴趣 他就只follow你的美发这个board 那么如果他是这样去follow的话 那么你只有传图片到美发这个board下面 才有机会推送到他的面前 他没有follow你的board美发board 他没有follow你的美甲board 就算你在美甲美发这个board里面 传的图片对这个粉丝来说也没用 所以说这是拼催着的分 拼催着粉丝的分布的两个情况 这一点当你搞清楚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创建这个board 你就应该清楚了 比如说第二点 board的数量是越多越好吗 不是啊 你越多的话粉丝会越分散 这个时候粉丝他一分散之后 一个board里面有10个 另外一个board里面有20个 虽然累积其内有30个 但是比如说你在这个10个粉丝的board里面 去分享图片的话 那么只有10个人能看 另外的20个人看不到 那么你在另外一个有20个粉丝的board里面去分享图片 那么这10个粉丝他也看不到 大家我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 就是说你播的越多 你的粉丝一定会越分散 那么你相当于说单张图片的曝光度就很有限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board随便运移 一个小小的一个主题 或者一个文章 一篇文章的一个主题去创临一个board 就开始浮乱的写几个单词 命个名称 就像board1,board2,board3 其实这种很不好 因为很多人他进入你的拼锤的帐号之后 他一定会浏览你的board 他浏览board最直接的判断就是你这个board的名称 里面他看到这个名称 然后他就会想这个board里面是不是我想要的图片 是不是我感兴趣的图片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网站的导航 你必须要把它写好 简洁明了直观 然后他点进去之后 他不用点进去 他就是只看这个名称 以及这个board的一个封面图 他就知道这个board是关于什么的 这样他就会判断他要不要点进去 所以说这个名称也很重要 不要随便想当然去想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现在 这个拼锤的board 他有一个新的功能 这个新的功能是什么呢 这个新的功能就是他有 可以创建纸目录 之前以前的话只有一个 就一个总的目录 现在他可以创建很多纸目录 那么这个纸目录 原理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适当的创建 比如说眉发 分长发短发 对不对 等等其他的一些各种颜色的头发 比如说红色的呀 棕色的呀 什么卡其色的呀 等等这一系列颜色 你要挑重要的几个 去创建那么一两个 或者两到三个这个直播的就可以了 不要创建很多 因为你一创建很多之后 你一定没有精力去把每个board 内容进行更新 只要你 比如说你创建了五六十个 结果最后你只有精力去做一个 那其他几十个有什么用 完全没有 你创建那里只会干扰用户 甚至会把我们的粉丝给分散掉 这就是他一个注意事项 为什么要合理的有序的去创建board 而且这个board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在以后的很长时间 很多年甚至 要按照这个board的一个规划和部署 去更新我们的图片 去创作我们的图片 这就是 为什么要这一讲专门给大家列出来 就是讲一讲 我们创建这个图板 创建这个board 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那接下来的话 看一下 为什么要有board 就是它是一个图片的归类 图片的合集 相当于我们的相册功能 第二个就是 它是我们运营拼取的一个战略规划和部署 这个大家明白 那么注意事项这里 也给大家讲了 不要想当然的去创建和命名 第二个就是数量不是越多越好 为什么不是越多越好 因为很多人它是只follow你这个board 不会follow你的整个账号 也就是说你board数量越多 粉丝越分散 那对你来说 你的粉丝的覆盖面就很少了 你的单真图片的覆盖面很少 要创建直播的 但是不要 浮乱的创建 或者并不是说 数量越多越好 对吧 就跟我们创建主board的原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讲board 刚才也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先要了解pinterest粉丝的分布原理 这一点要很重要 粉丝的分布原理 我给大家列出来 一是follow整个账号 follow整个账号 对吧 二只follow 单个board 这样的话大家都清楚了 他的粉丝 他在follow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粉丝其实与我们board的关联性还是最强的 因为一定是follow你的board的人可能会很多 不然的话你去看 你每个board的数量 粉丝数量绝对不一样 好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 后面的话我们接下来开始实际操作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创建这个board 对吧 第二条 规整和优化已创建的不合理的board 这个的话 你们之前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你就按我的思路去优化就可以了 优化调整 主要是讲一讲怎么去创建这个board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 好 我现在到了我这个board的界面 其实大家看一下我对整个board的规划还是比较规范的 第一个图板是关于美发 主要是美发里面 全部是与发型发饰相关的 第二个图板是关于美甲 里面全是美甲 各种美甲都有 第三个图板全是关于家装设计 或者房间设计的 比如说卧室客厅厨房 以及浴室等等 卫生间等等 第四个board是关于明言景句 心灵吉他 在国外也很流行 第五个board就是文森 你知道国外很喜欢文森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文化 第六个就是DIY 第七个就是食物 第八个就是婚纱婚庆等等 婚纱比如说婚纱礼服 婚纱场景的一个设计 第九个就是蛋糕 各种蛋糕各种糕点 第十个美妆 各种化妆啊 对不对 大家女生巨洞 刚才第一件已经讲过了 就是女性用户巨洞 那美妆这一款肯定会很受欢迎 第十一个就是节日 国外的话美国这边有两个重大节日 第一个就是圣诞节 第二个就是万圣节 万圣节在圣诞节之前 这两个节日是很火热很火热的 当到了的时候流量一定会暴涨 比如说圣诞节前两个月 流量开始大幅上升 甚至前面接近一个月的时候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月到圣诞节的时候 流量有可能直接翻倍 这一块大家等节日到的时候 你去准备 提前两个月准备 相关的图片相关的文章 你去观察一下 流量绝对会暴涨 光凭这一个节日 一个月就可以实现好几千美金的收益 差不多 更高的话可能一万多 还会更多 甚至更多 抓住大型的自带流量属性的节日 也是我们的一种策略 好 这是给大家讲的 我的一个图板的一个规划 其他的另外的图板我就没做了 主要是做了这12个图板 接下来我们开始创建一个图板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创建一个新的图板 那么这里看到没有 最上面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加号 加号上面就写了 怎么去创建这个图板 那么我们点一下 好就创建了一个图板 比如说我们命个名称 那我这里的话 因为是给大家演示 我就随便命个名了 我就命个test 测试 这里选择设为私密图板 我们就不用设为私密图板 我们直接是一个公开的图板 好 点创建 看到没有创建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感觉什么都没填写 对不对 那么我们点一下编辑 编辑里面我们就开始填写描述 这个图板是关于什么什么的 当中的写英文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Fill it here 南 here 南 here 什么 mid here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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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举个例子 你们要这样去写 那么我也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 我的名字改一下 改成 对不对 我这样就相关了吧 首先 名称相关 下面的描述相关 那么这个主题 我们看一看 它有哪些主题 美容与美发 看到没有 OK 选这个主题 其他的话 比如说合作用户 不用管 这里也不用添加什么合作 合作用户可以什么什么 说 用户可以申请加入什么什么 我们这个图板是我们自己的图板 不是那种公共的分享性的图板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不要去邀请其他用户 也不要去 让其他用户可以申请加入这个图板 不需要 我们把自己的运营好就可以了 某些公共图板 比如说某些公共图板 你想积累更多的人 把这个知名度提升 把我们的曝光率提升 你可以专门创建一些公共性的图板 这种图板里面 任何人都可以分享图片 他们分享的一个图片的话 当然就可以直接投放到你的粉丝面前 所以说有利有弊 但我这里重点讲 我们自己怎么去创建这个图板 这里我们重点讲 我们创建自己的个人图板 不是公共图板 所以这一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现在名称 描述分类都写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提交 比如点个完成 好 这个图板的名称 看到没有 图板的一个 简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这里很有意思 你们会看到 零张图片 但是我有11万粉丝 为什么有这么多粉丝呢 是因为有11万人follow了我整个账号 也就是他follow我整个账号之后 我随便创建 什么样的图板 他就默认会有这么多粉丝 比如说有11万人follow我的整个账号 我现在随便创建一个图板 他就默认会有11万个粉丝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图板里面分享一张图片 有可能就是我们想的很理想一点 所有人都能看见 那就是说我创建这一张图片 放到这个图板里面 这个board里面 就会有11万粉丝 看到我这张图片 这样说大家明白吗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创建一个直播的 刚才也讲过 我们这个大波的下面有直播的 这里有个加号 就是左上角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加号 我们创建 你点一下 他就开始告诉你 这个直播的叫什么名称 比如说 我们点一下叫short hair 或者叫short hair styles 好 这种创建我们点个完成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直播的 就创建好了 我们可以再创建第二个 这个输入法 苹果的输入法不是很好 好 本来我是打5B的 结果经常这里面只有全拼 只有一个拼 只能打拼 好 这是一个第二个直播的 对不对 就创建好了 这个创建播的一定要有规范 要想好 不然的话 你创建了很多播的 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 在这里面去放图片 去更新它的图片 这个播的完全就是没用的 那么这个播的里面 后面加入的这些粉丝 对你来说毫无价值 如果你不去更新它的话 这些粉丝对你来说毫无价值 比如说你的总账号 主账号 整个账号的粉丝有11万 而你这个播的里面的粉丝 就有三十几万 但是你不去更新这个图片 或者你不去更新某一个纸类 等等 那么你对应的这个 播的下面的粉丝 对你来说毫无价值 哪怕它有三十万有如何 你没有精力去更新它 这三十万人 不会给你进行一个曝光 好这是我们创建播的的时候 要遵循我前面的一个原则 如果大家忘记了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倒回去看一看 好这是创建播的 嗯 那么刚才我也给大家说过的就是 不同的播的一定会有不同的粉丝数量 这个我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大家看我操作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 hair这个播的 就是头发这个播的 我们点开看一看 有十三万粉丝 对不对 美甲的粉丝 美甲这个图片的粉丝 有十二万个粉丝 对不对 刚才第一个是十三万 现在这里四十二万 十二万粉丝 HOME 十一万粉丝 这个名言警据 十一万粉丝 这个文声 十一万粉丝 我网速卖 图片没有加得出来 这个不重要 大家明白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图片 绝大多数人 他主要是关注你的board 但是现在的话 一张图片上面 现在打开 点开一张图片 他现在follow 他点一个follow按钮 其实就是follow你的整个组账号 这是拼出现在改善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现在的话 他可能关注你整个账号的这个人 会多于你的board 这是新出来的这些改进 我觉得这个改进很到位 以前的话 点开board就只能follow某一个board 现在的话 打开图片 就可能直接是follow某一个主账号 比如说我再演示一遍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 我们演示一遍啊 比如打开这个名言警据 这里 这里 右边 右边这里有一个关注 看到没有 点这个关注 就是关注了他的整个账号 最后是quote 就关注整个账号 取消关注 也是取消关注整个账号 现在他进行一个改进 就是这里 我觉得很好 比如说旁边的 右边的这个关注按钮 一点就关注整个账号 一取消就取消整个账号 比如说现在的话 board的这个关联性 没有之前那么强了 现在的话 你只要图片做得好 你说整个账号的粉丝 撑撑撑的往上涨 以前不行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多积累粉丝 把粉丝做上去之后 就一定会有好的一个效果 为什么会有好的效果 我也不用多说 在我的第一个视频里面 我已经详细讲解过了 好了 这是今天晚上实际演示的 给大家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今天晚上讲的什么 再一次给大家回顾一下 为什么要引播的 它是一个图片的归类一个合集 是一个运营拼损的一个战略规划和部署 第二个我们创建Bot要有哪些注意事项 拼损粉丝的分布原理 是什么 了解他的粉丝分布原理之后 我们再来想一想 为什么要创建这个Bot Bot这里面注意事项有三条 就是这样 看着很简单 如果我不跟你讲的话 你可能去创建Bot就是很随意 很瞎搞 随便创建 五六十个都可以 七八十个也可以 两三个也可以 甚至一个都可以 对吧 讲了这些之后 你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 去做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个规划性 这样做起来 你的整个拼出的账号 结构会很清晰 你做的时候思路会很清晰 好 今天的话就讲到这样 后面的话我还会更新下一讲 下一讲可能就是 教你们怎么去寻找图片吧 好 对于整个Bot的一个讲解 到此为止 那么下一讲的话 可能是关于怎么去做图片 图片是很关键的一点 因为拼垂是图片社交 如果连图片都没有了 那这个拼垂就是一个摆设 我们前面做的再好都没用 所以说第三讲我可能会给大家讲图片 怎么去寻找好的图片 好的图片的标准有哪些 它的参考依据有哪些 把这些了解清楚之后 我们去做图片的时候 基本上 找的图片都是很好的图片 而且做出来可能效果也会很好 比如说有人点击有人save 就是大量的分享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就期待大家的提问和交流在评论里面 之前那些问题我都有进行回复 后面的话我会专门出一个视频 专门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 集中做一个视频进行一个回复 在线的一个互动 好今天晚上的话就这样吧 后面的话再继续深入 好谢谢大家